美国战略核导弹潜艇几十年来将首次访问韩国 美国同意 就在美国对朝鲜的攻击做出潜在核武反应的磋商中 给予韩国更大发言权 以换取后者发誓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 华尔街日报26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 报道了华盛顿宣言的内容 这一文件将在当地时间26日上午 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会晤韩国总统尹熙月后公布 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 韩国国立外交院美洲研究部长金玄旭称 这次韩美元首会谈推出的核保护伞相关专门文件 在美国盟国中可谓实不前例 体现了美国保护韩国的强烈意志 该文件甚至可能会成为美国构建东北亚等 印太地区集体安全体制的基石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 新机制虽有利于韩美就朝鲜威胁进行磋商 但鉴于韩国话语权有限 美国的承诺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尹熙月24日起开始对美国进行为期七天的国事访问 当地时间25日 尹熙月在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的陪同下 访问美国航空航天局韩联社中 尹熙月在记者会上表示 希望基于价值观的韩美同盟将合作领域 从地球扩展至太空 在结盟70周年之际结成太空同盟 韩国科技部和NASA当天签署联合声明 韩国总统办公室表示 韩国以此为契机 正式参与美国主导的载人月球探测 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 在26日的韩美元首会谈前 韩美两国官员宣布 两位元首当天将另行发表 写入加强延伸威慑的华盛顿宣言 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 该宣言的核心内容为 经设核资商小组定期在半岛 出动核潜艇等战略资产 以及扩大美国核资产相关信息共享等 美国为韩国提供核保护伞明文化 这是史无前例的事 朝鲜日报26日称 此前美国为日本和北约成员等 30多个国家提供定制型核保护伞 却从未通过单独文件 韩联社称 作为韩美元首会晤后 首次单独发出的有关延伸威慑的文件 华盛顿宣言可被视为 美国对韩国提出更明确的扩张遏制 担保要求的回应 华盛日报26日报道称 未招前美国愿意使用核威慑力量保护韩国 该宣言中还包含美国将派遣战略核潜艇 高调访韩的相关内容 中央日报提到 在与半岛上空一出现 就引人注目的战略轰炸机等不同 核潜艇的位置相对不易暴露 即使只是定期出动 实际上也能起到随时部署的效果 韩美达成的核保护伞协议 韩冰族新闻26日报道称 华盛顿宣言是希望与美国共享核武器的韩国政府 与此持否定态度的美国政府之间折衷的结果 在美国核战略资产的使用方面 总统具有独占性排他性的最终决定权 此前美国并没有在朝鲜半岛有事时 与韩国政府商讨是否使用核武器的程序及制度 而此次华盛顿宣言最大进展 就是韩美能迅速就是否使用核武器进行磋商 但报道同时质疑 目前韩美的核协商框架中韩国政府的影响力 难以比肩美国北约集团中欧洲国家的影响力 韩联社称 虽然美国将借助该机制向韩国分享对延伸威慑的看法 但美国官员明确表示 这并不意味着韩方能干预美方的核武器使用决策 此外美国在北约成员国部署有战术核武器 但目前且今后也不会在韩国部署 韩民族新闻称 实际上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已明确对韩国提出的在韩部署核武器 或韩国独自开发核武持否定态度 韩国失踪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金正谢认为 虽然韩美就核保护伞问题达成组建常设协商机构的协议 但很难说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美国单纯承诺只是具有象征意义